2021年10月 中国政府发布了2030年前探大风行动方案 在随后的工业领域探大风实施方案中 要求中国的水泥行业 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 单位水泥产品的能耗要降低3%以上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行业要率先 探大风 在实施方案中提出了五项重点任务 强化总量控制 推动原料替代 转换能源结构 加快技术创新 推动绿色制造 目前中国水泥的探大风工作 正处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阶段 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 正在陆续出台 中国水泥协会参与了国家相关探大风的一系列 政策标准的制定工作 中国的水泥行业在2025年之前 率先做到探大风 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水泥企业 尤其是我们大企业集团在应对探大风方面 既要加强节能减碳的创新投入 也要加快市场整合 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 延伸水泥产业链 完善和保障水泥的供应链 2021年 中国水泥的产量是23.63亿吨 近十年来 中国水泥的联产量基本维持在22至24亿吨左右 消费的峰值已经呈现 这也就意味着基本具备了行业的探大风的条件 目前中国水泥行业的污染排放控制标准 和产品能源消耗能效的标准 这些各项指标在全世界同行中应该算是相当先进的 在2025年之前 要将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再下降3% 还是需要做出一番努力 关键是在科技创新 有难度 但应该能够很好的完成 在近五年之内 我们水泥行业围绕减碳 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科技投入 在技术创新这一块 这个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科技成果 同时在政府的领导下 推动行业的供给者极构性改革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对减碳工作 尤其是碳大风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虽然中国的水泥产量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 但是中国的水泥工业 有信心在国家要求的2030年前 做到碳大风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会为全球的水泥行业 同行在碳大风和碳中和上面 做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水泥行业根据我国2030年碳达风 2060年碳中和的总体目标 联合生态环保部规划院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开展了水泥行业碳达风行动方案和线路图的研究 我们在水泥行业近几年发展现状的技术上 以2020年为基准年 对不同情景下 未来水泥行业的发展和碳排放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发布了水泥行业碳排放现状以达风路径 明确提出了行业碳达风及减碳路径 未来水泥行业将围绕双碳目标 全面加强产能控制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 强化供需管理 坚持减量发展 同时加强高效节能低碳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积极推进原燃料替代 减物降碳 节能环保实现高质量发展 水泥工业科技发展在十三五期间成效显著 企业创新发展 技术公关超过1500项 技术创新成果达1800项 荣获地方以及省部级技术革新奖约500项 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十三五期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获得建筑材料科学技术奖三十五项 其中基础研究类获一等奖两项 二等奖八项 技术发明类二等奖一项 科技进步类一等奖七项 二等奖十五项 三等奖两项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装备研发 取得重大进展 超过50%的研发成果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高能效低碳预分解燃烧技术 高效节能料床粉末技术 水泥窑废弃物安全外化处置和替代燃料技术 永磁电机 永磁空压机 公悬风机等节能装备被广泛应用 减污降碳 节能环保成效显著 未来水泥行业将围绕着国家的双碳目标 继续加大一批减污降碳新技术 新装备的推广和应用 加快原燃料替代 生物质燃料的应用 加强低碳生产技术 以及碳普货 碳利用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实现减污降碳 节能环保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哈喽各位 这是贺旗银 从中国Cement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1987 Ou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has published various reports on latest development in market technology and trends at home and abroad Today we are delighted to present our first English report China Cement Industry Report 2016-2025 which included historical data and analysis for the past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a gener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contact us for purchase or any queries you have on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China Cement sector And last, we'd like to wish you a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iger 2022年到来的时机 我代表中国水泥协会 向各位水泥界的同仁致以新年的问候 Happy New Year 大家过年好 在此我代表中国水泥协会 全体员工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苦年吉祥 苦苦生威 合家欢乐 身体康健 谢谢 Happy Spring Festival 祝大家三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与与 恭喜发财 祝您新春愉快 虎年大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